波利斯大人预防犯罪反诈骗 除了积极侦办各项案件之外 还要抽出时间来制作伪电影 戴上夸大的帽式 装扮成纸箱超人 透过影片的拍摄手法 上传YouTube影音频道 多宣传犯罪集团伎 避免让无辜民众 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警方预防犯罪宣导 不再是刻板的照单宣传 而是透过微电影拍摄 让波利斯大人亲自上阵演出 鹤枪实弹展现原警 打击犯罪的决心 加上电影手法的拍摄方式 吸引网络族群注意 提醒民众不要落入任何犯罪 或是诈骗手法的陷阱 那近期诈骗案件层出不穷 那造成人民财产的损失盛据 那依据刑事警察局统计 显示我们国人最常遭诈骗的手法 有依序有三个 就是ATM解除分歧 付款设定在甲网拍的诈骗 以及甲冒公署名义的诈骗 那这三项诈骗的手法案件 经过统计有八千零九九件 那导致民众财损的金额部分 约估计清台币六亿六千九百七十九万元 近几年来拍摄剪辑软体普及化 警察更能透过影片进行多元化的宣传 加上新世代网路连接的生活形态 更能把预防犯罪反诈骗的观念 成功的传给更多人知道 中佳新闻林立宇范刚宜土城报道